大家好,我是菜狗 其實我一直都想做一個影片來告訴大家 我們打牌的時候到底在想什麼鬼 那常常都會有觀眾說 啊你們幹嘛打這張啊 打那張去外面會輸死欸 那我們就來告訴你 為什麼我要打這一張 那這個影片是 這個系列影片的第一集 那我會以我自己的牌局為主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可以分享一下別人的牌局 或甚至分析一下別人的牌局 因為我們在打牌的時候是沒有辦法 直接告訴各位說 為什麼我要打這張嘛 如果我講完別人不是都知道了嗎 所以我只能用後製的方法 來告訴各位說 我現在到底在幹嘛 那以後也可以請謝陽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們來分享 好吧那就別廢話了 那我一開始我先選一個牌局 是 12月30號的東風底 就是一群 來吧 其實手牌看起來 還蠻好的嘛 有 有四搭牌 23444 可能是兩搭嘛 799一搭 56萬一搭 其實這牌還可以玩嘛 上架很早就打了二餅 然後想了一下才打二餅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 他故障很多 不知道打哪一張故障 另外一種是 他在拆搭 對吧 他的手牌非常非常好 起手就拆了二三餅 所以 他的手上的搭 不會有邊搭跟中洞搭 這可以很合理的解釋嘛 他的手上只有雙頭 而且他 不知道要拆哪個雙頭 最後決定拆了二三餅 這很合理吧 然後現在又吃了一張一萬 打了一張八條 然後還自己講來聽牌 那很合理的推斷 可能六條隊 或是 七條隊 九條隊當眼睛嘛 所以 小的條子 會是比較危險的條子 而且 而且 一定是聽雙頭 所以 二條在別人打之前 我們的手牌這麼爛嘛 但是 到別人聽牌了 我們都還 還不知道幾近聽欸 大家都還沒靠起 所以在 別人打之前 二條是不會先打的 所以不要 如果我沒有打二條 請觀眾不要說為什麼 我不打那樣二條 就算其他的 故障都靠到了 二條也會很晚再打 甚至聽牌再打 來降低自己的放強機率 今天他剛好是自摸二五條 但其實三六條 或是一四條 都很有可能 甚至 中間的腕子 也都沒有限期 因為這個牌局 大概還有 七到 八手牌 才會進入 所謂的末盤 那 這個牌很早很早就結束了 我們的牌也沒有任何戰鬥力 被摸也就沒有辦法 好啦 謝謝各位的觀看 我只是 做一個簡單的開頭 以後如果 有更複雜的牌局 應該會更有趣 希望大家會喜歡